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Story Timer's Team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不高兴的毛毛虫 这只毛毛虫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不高兴的毛毛虫 大树上一只毛毛虫不高兴了 这就是那只不高兴的毛毛虫 毛毛虫看到小兔跳上跳下多好呀 它说我跳不了 毛毛虫看到小鸟高高飞多好 它心里想我飞不了 毛毛虫看到大马快快跑多好 它心里想我跑不快 毛毛毛虫不高兴 太不高兴了 你看它都要哭了 不高兴的毛毛虫做了一只小小的茧 这就是它的茧 把自己包起来 一天 一天 两天 八天 九天 好多天 毛毛虫一直都在自己的茧子里面 一只蝴蝶飞了出来 毛毛虫从茧子里面飞了出来 变成了蝴蝶 蝴蝶上飞飞下飞飞 我不是毛毛虫了 我是蝴蝶 我好快乐 我们的故事读完了 最后不高兴的毛毛虫高兴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变成了一只蝴蝶 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小游戏吧 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它说我好快乐 毛毛虫刚开始的时候说 我不高兴 变成了蝴蝶之后 它说我上飞飞下飞飞 我们再来一起连一下数字吧 这里有两匹马 两 这里有八只兔子 这个是八 我们连起来 这里有九只小鸟 这个字是九 连起来 不高兴的毛毛虫 小朋友 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吗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谢谢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别忘记给我们的小伙子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